快乐兄 目前习近平上台以后 应该说一直在鼓吹中国的强大 好像中国已经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 但是事实跟这其实相差还是很远的 中国你想改革开放 毕竟才也就是三四十年 所以跟美国很大的距离 那么他这么一种不断的叫嚣 中国的强大跟事实 又明显的不服 我看到最近还说什么英国人没有饭吃 法国人也没有吃饭 就中国吃了饱 那么您觉得这一种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我想他讲自己的强大 大概主要还是讲给一般的听众 中国的一般的国民 一般的民众听得 让他们来幸福共产党 但是他同时也知道 中国实际上没有这么强大 而且中共的党内高层 特别是大家知道这个现实的情况 知道外交上 中共已经受到了世界上的主流国家的围 和孤立 所以说他在另一个方面 所以说又要强调 对国内 他最近不是说了 是讲的是 故国不堪回首越民众 要防止 现在这个季风暴雨 什么惊涛骇浪等等等等 他强调风险 我想主要是针对这些人 就是知道情况的 党内的人 党内的上层 因为知识的情况 所以他要给大家讲 我们大家都是在一条船上 一损损损 一荣居荣 因此 目前的形势相当的紧张 风高让级 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 就是国际上主流的西方国家 对我们进行了相当严重的 打击封锁 孤立 实际上 就是说 他要告诉这些 甚至是恐吓这些既得利益者 大家不要再也离心离德了 搞什么 要不同的意见 等等等等 需要同舟共济 要相忍为国 强调大家必须 要赞成我一个人的 这个权刚独断 这个是为大家好 这是否则大家都得玩玩 所以我想他是两种 基本上宣传这套 这个总的方向 对一般大众还是要讲 我们国家是相当强大 其他国家都不行了 东升西降 这个大的趋势 他必须要说 民族正在复兴 即使有点困难 但是东升西降 还是个大的趋势 如果 他这种两套话术 对不同的人群 听众人群 讲两套话术 我想这是他 现在用的是最常用的方法 所以看起来 似乎是有一点 矛盾 似乎是有点冲突 但是我想他的 基本的想法是 要 要尽全力 而且要消除一切的 不同的声音 消除国内的一切的杂音 因此他基本上采取的 这种方法就是 在党就是恐吓大家 注意这个情况 已经是非常危险了 但是在 对一般的大众 洗脑灌输 讲中国的所谓的 复兴强大 还是他的一个 主流的话语 对于国内的民众来说的话 这个东西 是不是有效 慢慢看就知道 我觉得是一段时间 有效 但是 稍微过长一点时间 恐怕这个效果就 非常有限 恐怕将来的效果就 非常更差了 这个我想是大家要值得 特别注意关注的 奎德兄 您看这个宣传的 应该有一个底线 也就是说不能被事实 脱离太远 中国毕竟他不像文革 也不像北朝鲜 完全的封 事实上还是一个有限开放的社会 是 那么这种很容易保值息又很低 那么会对他的形象 或者说对中共的这种形象 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 再就是面临着中国经济 目前这个状态越来越差 现在五个青年人就有一个失业 还这么继续的去说 您觉得他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他恐怕也知道一些情况 当然他自己是有一个所谓的信息检房 就是残检的检 就是说他是被一些周围的人包围住的 就是说基本上 大家给他听的消息和声音 主要是他喜欢听的那些声音 喜欢听的那些消息 他不愿意听的消息可能很多都过滤了 但是他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渠道 知道一些民间的一些真实情况 知道了以后 他例如像那个白纸运动之前 就是说包括这个动态清零 这么荒谬的东西 他能够坚持这么久 但是一旦他知道了 他还是变得非常之快 所以说当然他是害怕这个 他的整个的谎言被戳穿 如果他不害怕的话 你说他何必要加强这么严厉的封锁消息 封锁沿路 惨淡的经营洗脑的工程 他没有一天停过 七十多年来中共统治 不光是习近平 七十多年来中共的统治 没有一天停过 他这种对于民众的 对于中国民众的信息封锁 和那个洗脑 但是而且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这个在这方面 在严禁和网禁这方面的程度 是在全世界毫无疑问 是肯定是第一名的 这样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一个政党 一个政权 而成天又这么提心调党的 调党的要封锁这些所有的信息来源 他害怕的什么 他害怕的当然就是他所称的 他天天幸福的 就是说我们的基础民众 我们支持他的臣民 这毫无疑问 他如果说不是说他害怕自己的 我认为他第一大敌 虽然是他有很多敌人 包括国际上的不用说了 党内的不用说了 但是他从根本上最害怕的第一敌人 还是他认为的现在这些顺民民众 因为这些人如果是一旦的照去反来 如果一旦是提起来 所以白子革命为了一起来 他很快就做出反应了 这也是说他实际上 他的整个的心态是非常的不稳定的 不过呢就是说这一点呢 就是他们也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你除了 你先就是把这个 相信你这个谣言 就是说把这个 他说这一套好话 不断地重复 不断地洗脑和封锁以外 你其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但是他有一种 我想中共的党内 包括一般的 我注意到他们的 包括他们的很多官员 包括甚至像 过去还和我一个宿舍的王沪林等等 这些人他们有一个 基本的想法就是 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到 当代越来越明确 就是丛林法则 就是说 他的所有的这强大的洗脑能力 和这样一个封锁的能力 只要我们投入巨大的金钱 只要我们传播的声音 比别的声音 别的国家的声音 别的政权的声音 更大更远 更遍及全世界的各个角落 那么只要我们说好 中所谓中国的故事 中国的话语权就会无而不胜 不管怎么说 这个世界就是一种 话语权的竞争 搏斗这样一个东西 至于话语 那个是真是假 是善是恶 他认为根本不存在这个东西 他们根本不相信 有所谓客观现实的标准 有客观现实的存在 来对比你这个话语 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善的还是恶的 等等 他们现在这个心态 我想中共内部是特别 这种心态 就是丛林法则的 我只要不断地讲我的话 不断地去推出 就像戈普尔的心理 不管你这个是东西 我说的这些东西是真理还是错误 这个东西不重要 这个或者说 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成真和假 而是说 我不断地推 不断地灌输 一千遍一万遍 那么最后他就是真相 他就是真理 他们相信这套东西 而且认为这个就是一个 自力搏斗 就是一个话语权的搏斗 而根本不相信 有一个客观实在 来对照这个话语权 使他们觉得相信 还是不相信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现在确实有这种心态 而且相当高的官员 甚至包括相当多的知识分子 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 都相信这一套 认为你们过去说的那些什么真理 错误 什么这个那个的 都是 尤其是理睬之后 上帝死了 一切客观标准的重新来过 没有什么客观标准 全部就是 看你的力量 谁的权力意志更大 谁投入的金权更大 而很显然的 西方国家的各个政权也好 各个国家政府也好 没有哪一个投入的政权 能抵得他的万分之一 百分之一 甚至有些国家规定的 不准这个宣传机构 就国家机构 政府掌握宣传机构 来向本国国民进行做传播的 所以说他的 他的报纸 传媒什么东西都是私人的 基本上都是私人的东西 像美国都是这样的 发现法规定的 除了像个别的特殊的 像美国之音 还有政府被准等等以外 所以这点是和 中共最大的区别 他这一套看起来 一段时间 是可以成功 但是我想这一点 还是和林肯说的 我相信林肯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你可以骗绝大多数人 于一时 你可以骗所有的人于一时 你可以骗在很长的时间 一长长时间骗一部分的人 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 骗所有的人 这一点我想他们不知道 他是不是连这一点都不相信 而且他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在所有的时间 要欺骗所有的人 要把他的东西要干到底 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 基本的心态 但是我想最大的一个反驳之一 当然现在大家还是觉得 中共那套洗脑 那套宣传机器 无孔不入 向全球 不光是在中国 向全球传播 在中国封锁 全球传播 这样一套东西是很厉害 这样一套国内的小粉红 入骨毛 这样超绝 而且一旦发生什么事 都是在网络上一片喧嚣 好像他是似乎是有点得手 但是我们想最简单的一个场景 大家回顾一下 1989年到1991年 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 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 大家知道 是在戈巴乔夫 在这之前 就是在89年之前 戈巴乔夫也不过就是放开了 所谓传媒 他讲提倡透明化 透明度提倡公开化 提倡等等等等 类似的东西 进行了两三年的时间 而这样庞大一个帝国 没有飞机枪一族 没有死人 就完全这些所谓的70多年来 用国家的话语教导的 灌输的 洗脑的 这些公民 没有用习近平的话说 没有一人是男儿 没有一个人 能再相信他们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讽刺 所以说包括我刚才说到的 那些思想家 包括理睬 包括葛兰西 包括现在的什么 福科等等 这些现代的 后现代的思想家 他们某种意义上是促成了 刚才我说的那种 话语权决定一切 话语权就是没有是非的 就是说你怎么说的好 你怎么把你这一套 能够压到别人 所以说什么真相 这些是不存在的 什么真理是不存在的 这只是话语权的大小而已 是话语权的胜负而已 这个东西在苏联这个情况下 苏联垮台 都国家垮台 这个情况下 很清楚了 他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个现象 虽然当时这三位思想家 都是我最近正好写了篇论文 就是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最近 当然就是说苏联变革的时候 那些那三位思想家 影响20世纪 这三位思想家已经去世了 但是他们的影响非常在 而且中共现在是最忠实的 而且是最严厉的 比列宁 斯大林的时代 也比其他的法西斯国家 那种宣传和封锁信息 要来的严厉的多 这和毛泽东本人当然有关系 但是总的来说 他还是不能抗拒 那个最平常的一些常识 最平常的一些真理 就是说实际上还是有第三者 也就是说还是有所谓的 不是话语的客观现实 客观事实 这些东西来做比较 来探定哪个话语对 你看中共花了这么多钱 用了这么多力量来进行了宣传 尤其是最近这三四十年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这十几年 但是只要国际上 遇到了重大的表态 重大的投票 也是联合国的 关于俄乌战争的投票 例如关于整个欧洲国家 习欧国家 习近平有很多 对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在这些国家 包括在美国 有安插了这么多的 他们的话语系统在里面 但是一投票 或者说他的朋友越来越少 或者在整个的世界上 用他们的话来说 那个话语权 虽然是花了最大的钱 但是话语权不断地收缩 就是说还是有一个非常常识性的 客观性的东西 在这里 你和事实离得太远 你无论如何都不行的 虽然是说中国老百姓 在非常严密的封锁下 是年轻的一些人 是有相当的程度上 相当的部分 相当大的绝大部分 都受到了这个感染 而且从幼儿园 小学 中学 大学 博士 这样一套教育 都严密地灌输 最后 会怎么样呢 白子革命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白子革命 后来的据调查说 很多人参加白子革命 很多人原来两三年前 就是一些粉红 很多人 就是大比例的人 不少 所以说明 这个东西 他们那套东西 完全没有适合 这套话语理论 还是占不久的 中共现在完全相信 这一套 丛林法则 话语理论 这套东西 我觉得对他们来说 他们可能现在慢慢的 应该有所清醒的吧 我不知道 贵德兄 在习近平这种高调的 这种所谓的国家强大 他必然会刺激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 是是是 但这也很危险 您我们回顾一下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日本 是是是 日本也是不断的宣扬 其实当时三本五十六 他们发准备策划 袭击珍珠港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理性的声音 甚至连东条音机啊 还有啊 这个天皇啊 都还是非常拿不准啊 但是最终呢 好像就被民族主义情绪 绑架了 最后导致啊 这一场战争的形成 最后也导致日本 这个帝国的覆灭 您觉得中国会滑向啊 类似珍珠港这样的悲剧吗 这个当然有可能 就是说 不过为什么民族主义 你说它是个双家 而且中共也不会不知道 也不会不知道 像日本这种经历 还不知道德国的经历 这些都是利用了 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 因为像国家社会主义 实际上就是民族社会主义 也就是希特勒的那个纳税 等等 我想他们虽然知道 当然知道这里 但是他以为他自己能够收放自如 就是说像他处理了个清零事件一样 实际上大家知道 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的话 放出魔鬼来以后 他是不可能把它收回去的 实际上习近平已经被他自己 放出来的魔鬼所支配了 例如在武统台湾的问题上 就是一个例子 他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 进不得的一个境地 实际上他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都是因为他放出了这样一个魔鬼 就是要所谓要为自己将来 在建立历史上的所谓地位 要在党内或者相似的程度上来鼓吹 在他这一任要解决这个台湾问题 结果现在客观的态势让他明白 包括整个的美国和建成的 对中国周围的军事上的地缘政治上的 军事上的围堵 东南西北 就是说市面 他都被这个成形的战略围堵给掐住了 他知道打是肯定是失败的 所以这个事情 他也是个现实主义者 他不敢打不能打 但是他有说过这个话 如果是说你这个事情不对现的话 甚至要激起很大的明辩 甚至我注意到他那些教授 那个什么李毅要主张轰平台湾 那个现在都还在 甚至对中共当局的这个政策 都发出了狂吠 发出了路口 而更不用说最近发生的 那个瓦格拉兵变的事件 使得习近平清清楚楚地看到 中国发动这个战争 台海的那个 民主义战争的事情 是很可能出现中国内部的变化的 不管是军事上的变化 还是政治上的变化 都有可能的 他从俄罗斯这个事件 是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 所以他更是现在已经动弹不得 不知道是进还是退 进退都不行 对他来说政治利益都有损害 但是他都没有办法 所以说 但是民族主义是所有的这个政权 尤其是高度集权的政权 是必须要用的 这是没有办法 他没有其他的 他只能求民族主义 就正如那个塞缪尔江森说的 就是爱国主义 是流氓的最后的庇护所 为什么是最后 就其他都不灵了 你看习近平他们那个东西 他也知道 他虽然口头上来说 但是他也知道那套所谓马列主义 那套毛思想 那套什么什么 通通的大家都不信了 不管用了 但是民族主义这个东西 所谓爱国主义 用中共来话来说 这个东西是任何时候 都会生效的 它不是一种 大家读了书 理性分析得的东西 它是一种自然的情绪 是一种情感性的东西 是个情绪 不需要理性的分析 所以在这种统治者 在疾风的时候 没有其他的资源 精神资源 意识形态资源 全部上市的时候 一定要求助于民族主义 求助于这个护身符 就如当年利用立和团一样 肯定是能阻挡一阵的 抵挡一阵的 所以说 虽然最后终于他难以避免 逃离西安 带逃到西安去的那个结局 但是他当时要利用立和团 扶清灭阳 这样一个东西 他是就像酗酒一样 他是不得不喝的 他是必须喝的 因为当时还能抵挡一阵 这些人的情绪 他是所谓名气可用 他要亢奋 就像酗酒一样 他喝了那种烈酒 亢奋一阵 但终究还是营养拿枪头 不能持久 他们知道这一点 但是情急之下 没有办法 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我想习近平他们 现在用米日主义 他也知道 这中间是很危险的 是双刃舰 有可能伤及自身 但是他在 在外界的环境下 逼急了的时候 他没有其他的武器 只能使出这一条了 这时候他是最后的 庇护者 也是这个道理 嗯